很多家长问我说张老师我是老高考的省份 然后的话老高考的省份大多数都是分一本和二本嘛 对吧 说张老师我在报志愿的时候的话 那我如果说孩子高了一本分成线分数并不多 比如说高个十分高个二十分 是追那些一本还是追那些所谓的好二本 那我想跟大家说的是 如果说你的分数线啊 你的分高了一本分成线在十分左右 其实你会发现你能上的一本的学校的数量是有限的 而且大多数都是什么呢 本省的学校 就本省一些所谓的听起来还不错的学校 但实际情况是 我们看各个省份的招生数据来看 就是如果说你压着一本线报 或者说老师我一定要上一个所谓的一本 有可能你上的那个本省的所谓的一本院校 也许连个硕士点都没有 而在二本呢 你却可以报一个很好的有硕士点 甚至是博士点的学校 所以说我在这里想告诉大家的是 在老高考当中 这个一本院校和二本院校 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差距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 这个二本的院校比他一本 默默的院校还要好 所以说我在这里 我真的不建议大家 如果说你一本分成线 只过了十几分 二十多分 你非要保那个一本 其实意义真的并不大 好好看看 二本里边说不定会有更好的学校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